《新年代》 為了五元 在這裏撈 在這裏不斷站 站在人家的店舖 門口半小時 人家當然會罵我 但他不讓我 我都不走 罵了半小時 人家就當作打法 你走 這件事對我很刻骨 那時的生活就是這樣 不是人的生活 自從四歲時父母離婚開始 智倫幾乎從未嘗過家庭溫暖 媽媽一去不返 和爸爸又最少來多 聯群結黨 是唯一令他享受的生活 球場裡認識了一群朋友 智倫道俠 我做的事他們支持 他們認同 我說的事他們認為是對的 跟他們在一起的時候很開心 玩甚麼、吃甚麼 都有所謂的大哥請的 當被人欺負的時候 很多人來幫自己 我覺得很威風 當時大哥說給我們一些東西賺錢 所謂讓我們有東西想 當時心情很興奮 有大哥想認識 有上位 可以天天有至一天 好像古學仔的陳豪南一樣 獨白一方 奮鬥上位的決心 加上對金錢世界的向往 令智倫更加全程投入黑道生活 為了錢 他甚至不適以身試法 賣白粉 我知道是犯法 也知道吃白粉是不好的 當時最流行的是買金鍊 那條幾兩重的金鍊 駝到頸部都… 頭部都垂下了 半島酒店 去嗨茶 以前是覺得沒甚麼資格進去 花錢是不再介意的錢 沒有了不要緊 好像一晚沒有了 一萬也不要緊 因為我明天又可以找到 不斷地去麻醉自己 或者滿足自己 吃喝玩樂 極盡奢華 不過智倫逐漸發現 物質的享受 始終難以令自己滿足 為了尋找刺激 他忘記當初對毒品的境界 有人跟我說 你吃了白粉之後 你擁有就是全世界 我的心是在想 我是不會被白粉控制的 而是我是控制白粉而已 我喜歡吃就吃 不喜歡吃就不吃了 初初毒品是給了我這樣的感覺 帶來很飄飄然 好像全世界都是屬於自己 但是去到上癮的時候 原來又不是那回事了 整個人是被毒品控制 沒有鬥志的人 甚麼都不想做 甚麼都好像隨後期的孫 那些大佬就知道 不讓我碰他的生意 又沒有生意做 又有毒癮的時候 那時候是最徬徨的了 初初幫別人去勒索 要收保護費 但是上山多就忠於苦 在一次偷竊就被抓 第一次去坐牢 我更加可憐 我掉了一個大循環裡面 這個大循環就是吸毒 在大循環之中不斷打轉 智倫曾經打算重新振作 她甚至成家立失 還向家人承諾會戒除毒癮 可惜始終無法兌現 對太太不住 對我的女兒不住 因為她這麼信任我 這麼支持我 但我還是做不到 那人很累 我想就這樣算了 因為我覺得 整個人生是沒有希望 沒有盼望 我想就這樣在天下 跳下去 就了結自己生命 想跳的時候 不敢跳 怕不死得 不死得變成殘廢 就更加淒涼了 那自己下來的時候 內心是很雜備自己 這麼沒用 死你也不敢 我們做人還有什麼意思 那我就 想到的時候 我就擔心頭望天 如果你真的有一個神 你給我一次機會 讓我可以真的擺脫毒品 我做什麼我都行 求死難 戒毒更難 每種方法 每次療程都失敗收場 一次偷竊被捕 智倫在庭上認罪 要橫壓監房 等候判刑 第一次見這個感法官 黃先生 他說 你十幾個案底 你見我也是浪費 我們這次見面 叫陳麗昔 我相信我是幫不了你 第二次見我的時候 他一開始 他又跟我說了一句說話 這句說話 令到我又很震驚 黃先生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這一次 真的很想給你一次機會 去呼音戒毒 他說 你可不可以答應我 如果我給你手行為 你一定要完成 呼音戒毒的了情 他這樣問我 我當時第一個反應 我說好 沒問題 因為我的想法 就是我最重要 先走出去 不要坐牢 日後的事 日後才說 社工就來到去見我 我說我每一次戒 都是真心真意 決心地戒 但是為什麼我每一次都戒不了 守不了 這個社工聽完之後 就把這個聖經告訴我 立志行善由得我 走出來卻由不得我 哇,我是 我完全就是這樣的心態 入住福音戒毒村 自倫起初都事事反抗 不甘規管 生活完全無法融入 而最令他難過的是 一直與太太和女兒失去聯絡 我也曾經是寫信通知他們 說我在哪裡 也寫了回郵地址 希望他們回信告訴我 他的近況 但是呢 是石沉大海那樣 沒有消息的 心就開始是有些的 擔心 是不是不要我了 我說你不要我 你也跟我說一聲 你也告訴我 離婚也要我簽紙的 你不是這樣 不聲不聲地走去 所以我其實那時的心情很低落 有個弟兄跟我說 你試試求耶穌 你試試把你的擔心 去跟耶穌說 看耶穌幫不幫到你 那我初初說 神經病 求祂怎麼幫我 不如你求個妹妹 讓我出去找祂就好了 在沒有辦法之中 在一天的夜晚 我就作出我一世人 一次正式的祈禱 很醜的 那時覺得信耶穌 被人笑的 那我等他們睡覺 自己一個人呢 就跪在這張床裡 我就跟耶穌說 我說耶穌 如果你真是神 你就讓我真是知道我太太的消息 如果你真是讓我知道 我就相信你了 第二天就是下午的三點鐘 早別的負責人上班 他說你有個女人 寫字樓來找你 他說是你太太 寫下封信 叫我們轉交給你 我開始害怕 難道真是有耶穌 真是有神這個世界 但是我那個人的理智 所謂叫做 就跟自己一個不是的 是巧合來的 縱使每日讀聖經 縱使討告得實言 自能仍然深信一切純屬巧合 而在他心底 最渴望的 就是跟太太再通消息 那人就很貪心 當接到信的時候 又很想知道 你究竟真是怎樣 那我又打不到電話 那我當時就是 去同一個很雙熟的同工說 你收了工嗎 就幫我打這個電話 去找我老婆 親口聽聽她說 她究竟現在的情況是怎樣 那你回來 就福神回給我聽 我又第二次的祈禱 我說耶穌 如果你真是真事 你真是讓我 又可以知道我太太的情況 第二天晚上 死後有個同工叫我 是很爽快的 她說你打吧 你自己親自打吧 那我可以直接 去跟我太太聊聊天 打完了 然後回到床 我又覺得更加害怕 我讀過的聖經有一句說話 是顯了出來的 她說 我的意念是高於你的意念 我給的 是高於你的求的 那我想起了 原來我求的只不過是 轉接 同工轉接和我傳話 但是現在 神話給我 我直接去跟他對話 但是怕還怕 我更加又是用我自己的意志 和我說 是 真的又這麼巧 那些同工 我和他老友 他給我打 不關神的 在介獨村裡面 每月都設有指定的日子 容許家人探訪 不過智倫的太太 因為工作無法配合 夫妻始終圓省一面 我很想我太太來探 因為每個人都有人探 自己沒有人探 表面裝瀟灑 其實內心都很不開心 但是當時我太太回覆 就說 那天我沒有空 那天我要飛去上海 那我很失望 那我作出我第三次的祈禱 整個會不會為你 去改變這個程序 所以我將這個難題 是交給耶穌 我打算擔一擔他 我說 耶穌 如果你真的幫我老婆來探討村 我就真的一定上來了 當時就是 賭主任 和宿舍的主任 是對別的 所謂叫做 新人事新作風 是實行 將探村的規矩改 他就說 不需要每個月 都在日探村 是日日都可以探村 太太就很順利地來探我 但是很奇妙 到下個月 那個主任 即是新官水任的主任 他又要調出去 我真的去跟神說 如果這樣我都不相信 我就真的猛了 三次討告之後 出現的三次巧妙安排 令志倫親身經歷信仰的真實 他完全擺脫獨人的枷鎖 最重要的 還是重拾做人的尊嚴 我開始很留心去聽同工說的話 跟以前聽是不同的 以前聽是會覺得他們是廢話 但當我信了耶穌話 真的信 真的用心去聽的時候 覺得他們說的話是很有道理的 他將他的口才用在鼓勵人 在當中去安慰人 又去提醒人家 就將他的恩賜 以前可能是破壞性的 現在就真的去造就性 都看見他跟人的關係 一路一路的和好 以前是沒有尊嚴的 所有人都當自己不是人 甚至你自己都當自己不是人 好像老鼠或者死物 但是現在今天的我 是神給我一個尊嚴 重生的可貴 令今日智倫成為福音界讀的童工 陪伴一群仍然在毒海浮沉的人 一起經歷生命重拾希望的喜樂 神是有一個很強的意識告訴我 祂說你要將這份福音界讀的事工 去延續下去 所以我覺得我自己今天是很大責任 這個責任是說祂要用我去幫助一些戒緊毒 吸毒的朋友 讓他們不會再受毒品的慷望 見到一個弟兄 一個吸毒的光景 整個人是改變 接著去出社會 甚至有些人做了社工 有些人在讀大學 這些對我來說是很大的安慰 鄧太祝福在2003年 神是更加像多個女兒給我 我感覺到神是告訴我 我另一個新的生命是誕生 由這一刻 就像生命那樣誕生 我的人生也是 好像聖經說 重生再重途離開 看完今集《星火重現》 有沒有為你帶來鼓勵和啟發呢? 聖經說 耶穌很愛今集的主角 願意同他同行 同樣今天耶穌都很愛你 很想參與你的人生 讓你走上一條精彩又豐盛的恩典之路 現在請你跟我和耶穌聊幾句 親愛主耶穌 我承認我的人生 真的有很多困難 我自己幫不到自己 也知道沒有人能夠幫到我 但是我相信 你能夠幫助我 我現在打開我的心門 我要請耶穌你進入我心裡 求你做我生命的主人 做我的救主 帶領我走一條光明的路 走一條有盼望 又有你的愛的路 多謝你愛我,主耶穌 讓星火長延 讓生命改變 多謝你一直欣賞 和支持星火飛騰 我們會繼續努力 拍攝更多感動人心的例子故事 無時無刻撐住你 歡迎你立即打來 CBN關懷熱線 號碼是3188-3803 你也可以透過以下方法 和我們聯絡 請你登入我們的網頁 加入全新的 CBN拍住撐計劃 用金錢支持CBN 只要每個月50元 你就可以和我們 齊齊發掘最地道 最感動的生命故事 實行一人一故事 拍住撐香港 我們還會送給你 星火飛騰第15輯的DVD 撐住你 或者送給你想撐的人 和CBN拍住撐香港 請你為我們每一集討告 為每一位觀眾祈禱 在你的Facebook和WhatsApp 和親友分享 齊齊一人一故事 拍住撐香港 我們得救 乃是因主耶穌的恩 神同在太美好 齊衝破淡妄的世代 歸收見精神自愛